Hello,大家好,我是宾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红烧排骨 这样做的排骨,软浪肉味 不油不腻,一撕就脱骨 老人小孩都爱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38块钱买了几根排骨 现在的猪肉非常的便宜 排骨也只要15块钱一斤 今天的排骨也非常的不错 肉也非常的多 这种排骨很适合做红烧 第一步,先将排骨倒成长段 排骨倒长一点,那样吃起来才爽 倒好后,我们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在碗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面粉有吸附作用 可以有效的吸附掉排骨上面的脏东西 我们用手将面粉和排骨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排骨上面都能裹上面粉 抓拌均匀后,再往里面倒入一盆清水 再用清水将它清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面粉 清洗一遍后,我们再将排骨倒入一个漏碗中 再用流动的清水将它仔细的冲洗一遍 清洗干净后,我们再将它放入清水里面 再放一盘,让它浸泡一会儿 泡出里面的血水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小料 两个八角,一块桂皮 几块白纸 一个拍脆的桃果 再放入一把干辣椒 也倒入清水,将它浸泡一会儿 泡出里面的灰尘 这个时候我们来切一点配料 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切成薄片 生姜切好后,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好后,和生姜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 将大葱切成斜片 切好后,和生姜 大蒜装一起备用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料汁 一勺黄豆酱 一勺豆瓣酱 两勺生抽 一小勺老厨上色 一勺蚝油提鲜 一勺料酒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排骨也浸泡好了 看,还是有很多血水 再次开流动的清水 将它冲洗干净 洗掉残留的血水 洗至水变清添以后就可以了 再将排骨捞出 放在漏碗里面 控干水缝 现在起锅加入清水 将排骨冷水下锅 肉类食品一定要冷水下锅 那样才能有效的逼出里面的血水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 再加入一个葱节和几片生姜 开中小火将它慢慢煮开 煮开后 用锅厂不停的推动 然后再撇去上面的浮沫 再用锅厂将它推动 再开中火煮至三分钟 三分钟后 我们将排骨捞出 放一盘备用 汤汁不要倒掉 留着有用 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再放一勺冰糖 炒个糖色 也可以用冰糖 炒糖色 火不要开得太大 开中小火将白糖炒至融化 慢慢的炒至变枣红色 用锅厂不停的搅动 炒至微微冒小泡 就可以了 再倒入排骨 快速的翻炒 炒至排骨上色 再炒出排骨的油脂 那样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油腻 而且非常的香 将排骨炒至上色后 再加入生姜和大葱 再放入刚才准备好的大料 再将它翻炒 将调料炒香 炒香 炒香后 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再快速的翻炒 将料汁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翻炒均匀后 再倒入刚才煮排骨的圆汤 倒入圆汤 使排骨更加的鲜美 然后我们来调味 少量的食盐 适量的鸡精 在锅上轻轻的翻动 将调料翻炒均匀 开大火将它煮开 煮开后 我们将它倒入一个砂锅中 也可以用高压锅 高压锅的话 只要压十分钟 将砂锅再放入迷气罩上 扣上盖子 开小火煮半个小时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哇 太香了 我们再将排骨倒入锅中 再挑出里面的大料 挑出大料 是为了菜品更加的漂亮 不会那么杂乱 再开大火 扣上盖子 煮十分钟 让汤汁收干 十分钟后打开锅盖 汤汁明显变少了 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香麻油 开大火将它翻炒 炒至汤汁收至浓稠 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再将它翻炒几下 让汤汁收至更加的冷稠 不需要勾一点点切 掉下的汤汁就非常的漂亮了 好了 出锅装盘 再撒上性格的小葱花 美味继承 一道鲜香肉味 软烂脱骨的红霜排骨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 不油不腻 大人小孩都爱吃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好了 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为我点个免费的小行星 鼓励一下哦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